請問明天上課 功課沒碰過還有救嗎? 功課沒有救還是... 我來分享一個小故事給你們聽好不好 我來分享一個關於我沒寫作業的小故事 你們會想聽嗎? 這是一個我覺得我自己很天才的一個小故事 我小時候很不喜歡寫作業對不對? 以前不是會有那個聯絡簿嗎? 就是老實會叫你寫聯絡簿 然後寫說今日作業是什麼 然後你家的家長會檢查你的作業對不對? 就是你可能假如吧 你聯絡簿上面寫著 今天作業然後 國文單字寫可能100個 然後數學寫多少個這樣子寫多少題 然後接著 你的聯絡簿就要帶回去給你的家長簽名蓋章對不對? 然後就要讓他們看過 然後家長就會問你作業寫了沒? 然後我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會把那個聯絡簿就是擦掉 改成 改成其他東西 改成可能 課堂上的作業 然後回去避過檢查 然後我就不寫功課 然後之後就是可能我就一直玩 然後半夜我就去睡覺 然後睡 睡一點點之後起來 晚上開始拼命趕作業 你知道嗎? 然後可能趕到早上去上課 我國小就做這種事情 對我偷改 我會把那個聯絡簿就擦掉 然後重寫 啊但我跟你們講 有一次我不小心睡過頭睡著了 然後我早上起來我就知道完蛋了 我最後沒寫 然後那個時候我又睡過了要遲到 我來不及改聯絡簿 然後我就被老師抓包 你知道嗎?被老師抓包 那個我的聯絡簿有圖改的痕跡 然後就被叫家長去問你知道嗎? 然後回家就被罵個半死 然後回家就被罵個半死